大家好,欢迎来到《陌路狂欢》 今天继续介绍《午夜凶灵6》真子三弟儿 上一部结尾,真子成功附在小倩体内,和男友孝泽修成正果 那么两人所生的孩子又是怎样的呢? 今天就从两人的孩子奈儿说起 五岁的奈儿也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女孩 据说奈儿的妈妈小倩在生下她之后就死掉了 奈儿的爸爸孝泽痛失爱妻,也不想见情生女儿 并把奈儿扔给妹妹小枫照顾 因为奈儿从小缺失母爱,性格古怪,不爱说话 还经常画一些奇怪的话 而且还有一个怪异的超能力 一天奈儿在路上钉上了一个路人 结果路人的手机就出现乱码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跳楼自杀了 奈儿的姑姑小枫感觉她最近很不对劲 就想找找原因帮帮奈儿 然后就拿着奈儿的话找到自己的心理学老师 希望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奈儿的内心世界 小枫表示自己永远替代不了奈儿的妈妈 应该是想她妈妈才会这样 但老师却认为小枫想多了 不要把大人的想法叠加在孩子身上 下次可以把奈儿带过来看看 此时学校里的奈儿又被一个女孩嘲笑没有妈妈 奈儿只是多看了她几眼 随后女孩的手机就出现乱码 而奈儿所在的位置突然就变成了一口井 女孩就被无情的手拉进了井里淹死了 家里小风请来的保姆也不喜欢奈儿 经常对着奈儿大呼小叫 不料这天保姆也看到了乱码的电脑屏幕 然后就跳楼自杀了 接连有人自杀身亡 事态严重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因为多年前日本发生过类似的自杀案件 警察便找到当年负责调查诅咒视频的老警察了解情况 警察问道诅咒视频是什么 为何看过后就会无故自杀 老警察表示真子是十几年前死掉的少女 天生拥有超能力 身边的人因为恐惧 便把真子推到井里给淹死了 因为心中的怨念想再次复活 为了寻找替身杀人无数 小倩就是被真子选中的替身 警察听的是一头雾水 糊里糊涂地离开了 而老警察却因为泄露秘密 被女鬼推下楼梯摔死了 此时安奈儿正在接受导师的心理辅导 导师询问奈儿是因为寂寞才画这样的话吗 可奈儿却说寂寞的是你 奈儿很可怕 你们每个人都得死 辅导结束后 奈儿就独自一人来到地铁站 很快就有人看到了乱马 真子的恐怖嘴脸也随之出现在了列车内 乘客也因此死伤无数 当小枫赶到事故地点后 突然想起奈儿刚才画的话 正是一辆电车 小倩瞬间感知奈儿的可怕 并把哥哥叫来表示只要奈儿一出现就有可怕的事发生 这问哥哥 奈儿到底是不是他和小倩的亲生女儿 哥哥却认为奈儿没有问题 然后就离开了 此时警察正在观看地铁出事前的监控录像 当看到奈儿的眼神时 警察就突然感觉不舒服 然后警察通过调查找到了奈儿的爸爸孝泽 得知小倩在生下奈儿后就去世了 当警察想要再细问时 孝泽则找借口离开了 而小枫则在哥哥的衣柜里找到了很多的信件 信上的内容全是对奈儿的关心和问候 随后小枫根据信封上的寄信地址 找到了伯田青司 他表示自己是奈儿的粉丝 不仅知道奈儿的身世 还知道关于小枫的所有事情 伯田青司还说小倩是被真子选中的提身 而奈儿就是真子用怨念制造出来的孩子 主奏视频还会继续 解决的办法就是杀掉奈儿 说完并转身离开了 小枫回去后找到了自己的导师 没想到导师也被真子附身 对自己疯狂进攻 小枫慌不择路逃进了一个房间 没想到电脑屏幕立马出现乱码 接着真子就从里面钻了出来 然后眼前就出现了浴室里自杀的母亲 母亲一把将小枫拉进水里 质问小枫当初为什么不救自己 小枫瞬间又回到了现实 本以为刚才只是一场幻觉 没想到胳膊上却出现了诡异的伤痕 回到家后小枫又开始出现幻觉 奈儿和哥哥的恐怖鬼脸不断在眼前闪现 当小枫清醒过来后 发现房间满是奈儿画的画 便下定决心杀掉奈儿 脱解真子诅咒 然后小枫就抱着熟悉的奈儿来到了桥上 准备把奈儿扔到水里 可奈儿突然醒了过来 奈儿表示 大家都觉得我可怕 自己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死去 姑妈救救我 看着奈儿伤心的样子 小枫心疼地放弃了之前的杀念 然后就找到哥哥孝泽 寻找解救奈儿的办法 孝泽便带着小枫来到了一间密室 见到了一直沉睡的小倩 因为小倩具有特殊的通灵体质 真子找到她 想要通过小倩再次复活 为了不让真子出来害人 小倩并将真子分映在自己体内 而奈儿之所以不能和亲妈见面 就是防止真子将魔爪伸向奈儿 不得不过这种母女分离的生活 因为真子的怨念过于强大 而奈儿又继承了亲妈的通灵体质 两人一旦见面 真子就会附在奈儿身上 再次复活 此刻小枫才明白 奈儿画的那些奇怪的话 其实是她的亲妈小倩 而那些受害者也不是奈儿杀的 而是真子强大的怨念 通过附身乱码杀的人 小枫刚走出密室就遇到了警察 原来她跟踪两人来到了这里 在得知了真子的事后 并想要杀掉小倩和奈儿 从根源上破解真子诅咒 就在她准备开枪杀死奈儿时 真子现身阻止了警察 小枫和奈儿趁机逃离 奈儿哭诉着让小枫带自己找妈妈 于是两人来到密室 奈儿终于看到了妈妈 沉睡的小倩被唤醒 母女的手刚要挨着 小倩就被追来的警察 开枪打死了 此时被封印的真子 从小倩体内释放出来 然后一个深井就出现在眼前 紧接着警力就不断有血水涌出 真子也趁机想要把奈儿 拉到深井中 幸好小枫出手相救 将奈儿拉了回来 虽然奈儿获救 但是真子诅咒并没有到此为止 因为奈儿作为真子的种子 仍然会不断地开花结果 传递死亡和恐惧 奈儿的体内仍然遗留着真子的因素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